玉里分局栗山派出所的远警萧春林 他之前在担任服刑的任务期间 七点多在打扫派出所周边环境的时候 听到一阵哀嚎声 立刻循着声音前往查看 发现一位湖姓的独居阿嬷 跌坐在湿滑的地面上无法起身 他赶快通知山民消防分队前来救护 及时把受伤的老人家送一治疗 部落里突然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附近的栗山派出所马上跟着声音找到这位阿嬷 原来他不小心跌倒在自家外面 一位是独居又高龄81岁根本无法起身 还好这名远警萧春林马上处理 立即通报三名消防分队前来救护 及时的把受伤长者送一治疗 这边很滑 这边很滑 这有长青苔 这有长青苔 你也是要 你是要哪办是不是 我先给你放桌上 远警说长者因为高龄行动比较缓慢 双手都拿着石材 地面稍有坡度 并且长满了青苔 加上所穿的鞋底已经磨平 没有止滑的效果 因此导致胡姓阿嬷滑倒 头部撞击到地面渗出血丝 疑似有闹震荡的现象 胡姓老妇人 查看之后 原来近日内迁离陆伐 连续下大雨 所以导致他严重的跌倒受伤 今年已经马上立即通知 三米小王分队前来救护 本局长表示年长者外出或是从事家务工作的时候要多注意身体状况以及量力而为 外出尽量由家属陪同以免身体突发状况而发生憾事 记者高双双主席箱采访报道 态度下来有双主席箱采访报道 币外出尽量由家属陪同之外